杜琳 来 我们来看看 好 我呢 因为 我本来想说 蓝的东西我好像蛮少的 结果没想到我衣柜一打开 怎么弄脱 我先来讲包包好了 这个好好看喔 对 这个包包呢 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 我想说天哪 怎么了 蓝的东西太好看了吧 因为它这个是他们的那种 算是麂皮 对 然后材质很舒服以外呢 然后我基本上我很少看到 包包会做这种蓝色 所以你第一眼 不管它重到腰面 最多的是这种颜色 这种 这种 要鲜艳 对 这个就是我 就是真的很喜欢 而且我每次拿出去 人家都一直问我说 你这包包包什么牌子 为什么这蓝这么保开 我也没看过 对啊 因为包包要弄成这个蓝色 尤其是这个牌子 它弄成这个牌子 它要花很多的工艺去揉 去蓝 然后才会到这个颜色 然后另外那个天空呢 是因为我前阵子就觉得 怎么台北阴阴的一直很忧郁 然后结果我看了这个蓝天黑马 我就觉得 我决定了要拥有它 拿出去感觉 这是在讲一个成语吗 什么 天马行空 对耶 是吧 对 天马 有一点耶 天马行空蓝 不错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就是我们就告诉你说 生活不要那么的你知道吗 严肃 严肃嘛 对 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 我这样比喻好像也不适合他 他生活一直很轻松 而且他一直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 对 不是你知道吗 最近不是很流行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做人跟生活 要有松弛感 对 对 然后就是说你不要太紧张这样 然后我朋友就说 管你怎么事 你一直很松 你一直躲到松弛 一直很松 我朋友说 你千万你这样就好 你千万不要这样 我舒服你干嘛 是不是 对 我除了爬山比较快以外 其他都很慢 然后我接下来讲衣服 老师讲的冰荷兰 我那时候就很开心 就耶 我第一个就想到 我刚买的这件新洋装 因为它就是 穿起来很冰凉 对 看起来也是 对 就是很冰凉 然后又想说 这个今年夏天你知道吗 穿出去就觉得 整个人心情就变好 然后是真的很舒服 就像欣美姐讲的 就是想到冰荷兰 你就想到说很凉 很凉爽 这样子 然后这件它特别剪裁 你没包色 我很想 它没有 它只有一个颜色 对 然后这个 这个它这边 对 想要开多大 就都决定 对 它这个拉可以拉到这么宽 就是这个洞 对 所以我是把它调起 哪时候要拉这么宽 对 如果你 是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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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久枕的时候 就是你想抓 要伸进去抓的时候 要伸进去抓的时候 调整的时候 好 然后它是两边就可以绑的 然后还有背面也是 也是可以调那个 也是松紧的 就是它都可以这样抓 然后还有这边也是 对 然后像它这边 我是觉得它的岔开得刚刚好 所以我今天就配了一个 透明的靴子加短袜 好可爱喔 妆可爱 然后配上我又黑的肌肤 真的好美 好健康喔 不是 你是烤焦 那是黑人的黑色 她没有穿袜子喔 哇 你们粉底液的话是极端极的 太棒了 你好烫喔 我用妆品穿 我是健康商 它是真的烫商 你看我这样打开一家 它好烫喔 这个还黑 好焦囊 我们 你看 我这里面好白喔 好白 我本来想说 我觉得便便本来有晒黑 结果 结果它赢了 我是白的 结果你现在看起来好白喔 对 所以你如果没有穿那一截白袜子 你的这个靴子是咖啡色 对 当然而且很难看 对耶 好想看 它变得外面很脏 所以那个袜子很重要 所以这双鞋也很重要 我配什么袜子 那双鞋就会变成的样子 对 我觉得关键在那个面料上面 它有一点断面的光感 因为大家看到 这个颜色的蓝 其实它就有点带灰 所以如果它没有光泽感 就没有那么适合树林 但是因为树林它现在皮肤是有黑的 有了光泽感以后看起来 就人会变得很干净 而且会变得很高级 对 然后再配上 我觉得它配那个透明的 PVC的鞋子是很聪明的 也是有光泽感 对 就是让欣美姐讲的 一直制造那种冰凉的感觉 对耶 所以金属 银色系 很色调 或者是透明都是很适合的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比较OL的服装 这一件也是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可是它也是穿起来非常的好看 因为像这个你单穿是洋装 它其实是到大腿的一半 然后像我有时候比如说穿腻了 我就把它再配一条裤子 或者是像那种同色系的西装裤 所以夏天也是非常 所以它也可以当背心 对 也可以当背心 就两穿 然后这一件也是 我上一趟去泰国神经病 怎么了 有了 我就有包色 另外一个 这个很特别 我跟妳讲 妳看它这多美 真的 好想听 很美 你知道吗 这个我还买了另外一件 但是因为它说不符合主题 我就没拿来了 因为我另外一个颜色 然后那时候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说天哪 这也太美了吧 对 它是睡衣品牌吗 这不是睡衣品牌 它是真的品牌 一直听到人家叫它 对 我跟你讲 我只要看到我喜欢的东西 我都会加上天哪 对啊 或者是救命啊 我的妈呀 好 重点 然后这一个呢 因为我觉得它很厉害 你知道 冰荷兰加上 黄色 黄色 你不觉得很美吗 它下面有色配喇叭裤 对 它下面你就配一个喇叭裤 就是走那种 牛仔喇叭 走那种很 很厉害的 下面就反 你珍惜美姐的那个MV 就有类似这种 我抖 下面反而不要配这种 一样的罐面 不要 就是这样子 反正就是你知道 冰荷兰的颜色 我就买了它 对 那今天就是我带来的 接着下来呢 我要介绍一下 伯娘 来啦伯娘 好 我跟你们说过 因为我觉得这个冰荷兰 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都是传统 蓝色的衣服的衣柜 所以今年很流行 我就很想挑战看看 所以我今年就买了一件 冰荷兰的洋装 然后结果 对 很烂对不对 很烂 它是镂空的 然后还镂三个 然后还开叉 可是因为我 没有挑战过这种颜色 所以我就想说 可能可以搭配 比如说黄色或是橘色 让整个人很挑 因为我觉得我的肤色配这个 好像会看起来 整个人没有气色 我觉得你们很 声音很甜的人 就很适合这种人 对啊 是吗 对啊 可是因为我肤色有点偏黄 所以我一开始单穿 你们可以看 我单穿的时候不知道 为什么看起来 有点生病的感觉 就是没什么气色 我不知道 我们从这边看过去 我们从这边看过去 可能前面有两个 比较健康的人 看起来 其他人都好白 很好吃 我超级白的 前面这两个人没有 对 看起来超健康 我觉得还好 还OK 所以是可以搭亮色系的吗 还是其实我单穿比较好 因为我觉得单穿比较好看 真的喔 对 好 不要拿走 好 我讲为什么好了 就是说 因为蓝色它本身是一个 很冷静而低调的颜色 那如果你搭配一个暖色调 黄色可能一点点缀还可以 但是橘色或红色的时候 就会很危险 它会反客为主 也就是说大家看到紫琴的穿搭 会以为那个红色罩衫才是主角 蓝色是垫底的 不是不能搭 但是你就不会是冰河兰当主角 那它真的很冷 怎么办 可以搭什么 它可以搭同色系的蓝色的 或者是再深一点的蓝色 米色的话可以 米色也可以 因为它有一点黄 或者它的围巾是不是 还有就是蓝色 冰河兰最好的朋友就是白色 白色 对 所以我今年就为了要挑战那个颜色 然后去美国的时候 也是趁打对折的时候 就也买了这个牌子的蓝色 好看耶 对 因为我其实以前都没有这种 就是偏冰河蓝色系的颜色的配件 所以我想说我刚好打对折 那你一看到有没有叫 天哪 打对折 老师立刻我买了 这个应该不用配嘛 不用不用 但我就想问老师就是如果像 比如说我比较偏黄一点的肤色女生 要怎么搭配冰河蓝 其实黄皮肤的女生 跟有黑皮肤女生的逻辑差不多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里面呢 添加一点黄色 看起来有个对比暖色调的时候呢 看起来会健康 或者是像那种优利的绿 那种都OK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很冷的蓝 或者是银色的金属 那种已经完全没有血色的单瓶 我觉得就没有很适合 因为它看起来就整个人没气色 但是我一直觉得子晴肩真的还好 因为我这样镜头一扫过去 就是优利跟树林在前面 所以它是 他们很强也 对 就是它肤色反而是白的 就是一个对比 所以我常常讲就是 我们做那个肤色校正的时候 是用对比做得很重要 如果你想要校正除了 如果衣服穿错 你就是约优利出来 那就 一个对比就是 你很白 这样子 对 所以希望今天可以请老师帮我改造 可以吗 OK 我可以让子晴穿的 不只肤色校正 我会让她穿的完这个冰河蓝 就是大家都会 回不去了 对 回不去 以后你的衣柜就只能 你会爱上这个蓝 要给老师了 谢谢 她就是喜欢这个蓝 好不容易找到她的蓝了 但是要怎么样堆叠 然后搭配呢 才不会抢到今天主题的这个冰川蓝呢 来 欢迎子晴 浪漫 漂亮 整个很有气质了耶 对 自己说 是真的 是真的 因为刚刚子晴原本穿的 大家还有印象 对不对 就是那个 蓝 我觉得没有不好 但是就是比较蓝了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冰川蓝如果你不敢挑战 全身都是冰川蓝 你可以像子晴这样 就是它有一点层次的堆叠 让冰川蓝是主角 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整个人就像一个蓝色小精灵 对 所以我让子晴的主角在哪里呢 我们先看到上半身 这最外面这一层的网纱 今年真的非常流行浪漫的风格 就像刚刚我给那个 又力介绍的那一款 蓝绿色蕾丝一样 今年有很多这张蕾丝或网纱 然后有一点透视感的服装 那这个地方的荷叶边呢 你就可以在外面做一个罩衫的感觉 去修饰我们的肩膀 当然因为子晴它本身没有这个困扰 可是很多女生是担心这边的肉肉 那我觉得今年你就可以选择一些这种荷叶边的造型 去做一个层次的堆叠 而且现在的纺织越来越好 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沙 以前我们都要用比较硬挺的乌干纱 来做出这样的效果 但现在很薄的沙呢 它一样可以做出非常立体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整体的主角 我们在上半身就看到这个冰川蓝 然后再这个配件 这个配件就是刚刚艾莎奖介绍的那个牌子 来自意大利的 那除了刚刚那种比较lady的包包以外 也有这个包 这个包其实是他们这个品牌第一款包 那第一款包他们其实当时是做给男包 所以这一款它有点像便当盒 他们有一个昵称叫盒子包 然后那个英文好像叫做trick truck 就是它是模仿这个磁铁扣 所以这里两边用皮盒来 它是卫生纸盒的 这样拉起来 然后这样扣起来的声音 它就是那种感觉 对 然后它背面还有一个 等于说小的收纳的地方 可以放手机跟护罩 对 可以放护罩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男生女生搭都可以 就是女生如果你们要买 你就可以跟anada说 这个你也可以背 他就买 那可可以放微生地 对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裙子的部分 这款裙子 因为今年也很流行 比较优雅的这种长裙 那这种长裙呢 它本身 这个是一个日本品牌 然后它上面又很多这种抽须的感觉 就是这个抽须大家会觉得说 那它是不是要很厚重的面料 很厚重的布料才放得了这个抽须 没有 它超薄的 你看它这边都是完全很厚重的 所以穿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 春夏是完全OK 那它怎么做的呢 它其实是把布车 一条一条的布车上去之后 再把它刷开 所以它才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你看到上面就会有 很像是那种岩石 或者是有一点枯萎的绿色 那我们一直讲绿色 或者黄色跟蓝色一点点缀是OK的 所以这上面就会有那种冰川蓝 跟自然之间相处的颜色 好像在冰川旁边有一个岩石 或者是稍微有点点 青苔 对 青苔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整体是非常自然的 那到底下我们再回来呼应它上半身的这个冰川蓝 整体就是有个上下的效果 那我们再看配件 它的耳环 也是蓝色的绊宝石 然后戒指 这些都台湾品牌 而且今年有很多台湾品牌 其实它价格非常清明 如果你只是要做一个搭配流行性 它们可能不到一千块就有找 就是很值得投资 那如果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来或请子晴把上衣脱掉 可以看到里面这一件 我觉得也是相当美 大家可以看到 好特别 有点像蓝天 这一件的渲染就是刚刚 我们今天讲天马行空的那个渲染 非常有那种天空云朵 或者是自然的冰川 对 天空 那个感觉 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前片两边的压折 你看在胸部的两侧 它做了一个压折的效果 看起来你的胸型会更丰富 对啊 而且会更漂亮 但事实上呢 这一套是洋装 它整个到基底到这里 所以如果说 是像依依或者是子晴 是可以当两个 可以直接穿的 还有埃莎奖 对 埃莎奖绝对没问题 但是它很透不是吗 它会很透吗 有一点透 它们现在这个年纪的女孩 对 它们美亚还好 要有一点透 高腰的 对 但是 但是 你主要学一下 好 我也加一 那如果说 你是以外套搭配的话 我觉得另外一个手法是 我用一些简单的外套 味道会完全不一样 比方说你看 这种蓝色呢 就会带有一点点 金充 银充的效果 对 但是一搭上去 它马上变成熟 变成熟以后呢 我们也许这个包包上面就可以换 换一些比较 现在是女老板 对 现在就是女老板 她的日白娘 就马上不一样 刚刚开完 对 刚刚开完 对 也是来自意大利的品牌 里面都装现金 对 这个F开头的意大利品牌呢 它的包包也非常有 这个包包好美 今年它最新的颜色 就是这样的颜色 所以这个是比冰穿蓝更饱和 等于说 你可以有一种方法 你可以把饱和的颜色往外加 往外加的时候 人家就会忽略掉 你本身那个蓝色 你比较不会穿起来觉得说 我肤色怎么样的问题 它有一个视觉转移的效果 对 然后你甚至你再酷一点 我搭配一些比较知性的墨镜 你看这个墨镜今年很多 它是包括了框框 本身都有一点灰蓝灰蓝的感觉 对 戴上去就像女主管了 就你今天如果要回去算钱之后 现在是董娘了 董娘 你就可以用这个感觉 又或者是 收房租吧 更简单 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西装外套 对啦 西装外套因为它本身的面积是最大的 是不是西装外套最容易最好投资 因为它就变得很百搭 对 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敢挑战 很多比较夸张的服装 一个简单的 这个眼镜我觉得可以拿下来 比较简单的西装外套 然后如果说像这样的 我会建议拿这样的包包 这好大喔 而且配棒球帽也好好看 棒球帽也可以 如果说你做一个层次不同风格的一个状型 其实你也可以来 仔细比一下给大家看 你就可以这样子 它就会有一个混搭风格 但底下你就可以换球鞋 对 或者是一些休闲鞋 然后像今年有这种比较大型的水桶包 那你像这个背包很 肩背带很长嘛 那我叫女生你就是这样握着就好 旁边的 就是比较帅型的感觉 看你放多少钱来 除非你放了 夏欣妹姐也要放了4000分钟 就很轻 因为这个品牌 你就要装轮子 对 你脱很丑这样子 那今年水桶包有非常多都是冰川 好可爱喔 对我们节目上常讲 那个比利时的皇家运用品牌 那它今年推出的 除了是冰川来以外呢 他们上面有写了一句话叫做 这不是Delvo 就这不是这个品牌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个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 就是他们很喜欢合作的 就是那个已经过世了 雷内玛格丽特 他就画了一个烟斗 是说他明明画了一个烟斗 旁边写这不是烟斗 所以他们就说这不是这个Delvo 就是很好玩 所以这个其实紫禧在戴套 蛮可爱的 可爱可爱 那今年有好多包 你看都是冰川蓝的 像这样 这好像键盘 对 那这个也是同一个品牌 但是它就是用水刀 所谓水刀就是用极速的流水 去切割出一块一块的皮革 所以是非常的精致 那这种其实如果说你要有点 那就是包包的内袋吗 不是 它就是手拿包 它就是直接当个小的手拿包 因为现代人有时候工作 它东西越来越简单了 那很多东西都医化 就是电子化以后 它就只要拿一点点东西 又或者是我们之前节目讲过 这个皇家 也是拿破仑的那个军刀 军带的那个提供厂商 他们本身皮件也非常有名 那这款包好玩的地方是 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握把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 他们强调的是说 有时候女生通勤 如果挤 他们的幻想挤电车的时候 可以把它翻过来 就不会装到故人 应该不会挤电车 然后今年如果我们讲服装 想要有一点点灰蓝色 比方说像紫芹这样子的外套 你里面也可以搭配 像这样子的衬衫 也是比较灰蓝色 然后你看网纱 今年变成一个裤装的 那很好玩 真的变阿拉丁里面的包丁 就是有那种味道 今年我觉得很流行 但是如果你比较有黑 你可以穿上比较深的包囊色 比方说 比方说新妹姐不敢穿冰川蓝大名 对 那你可以在这里 上半身用这个比较深的蓝色 冰川蓝是放在底下 放在底下 不是 当然也可以 有时候里面的坦克背心 是穿了一个层次 或者是说新妹姐可以穿一个蓝色的长裙 在底下 它就不会让你上半身都是冰川蓝的感觉 对 然后另外有一些比较饱和 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这一款 哇塞 这是很饱和 然后它 这个是来自夏肢的 它扣起来就非常的 Tanditional 非常的中国风 但是打开来 这个右利绝对可以驾驭 它底下就是一个小热裤 哇 好可爱喔 哇 然后 厉害厉害 然后再来就是最后再介绍 像这个 我觉得也是右利或 或者是那个树林的肥金 哇 天啊 好可爱 天啊 就是它又辣又性感 对 一一也可以 就是我觉得 今年 Y2K之后就是流行 有点辣 有点性感 你说不出它是什么 但是用冰川蓝来驾驭 就绝对没有 多层次的冰川蓝色搭配 加上浪漫的网纱元素 这些看起来真的是优雅又甜美呢 好耶 今天呢 所有商品详细资料 你追踪 女人我追到IG就追到了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